男人像往常一样坐末班车回家 可按部就班的生活早就让他感到索然无味 然而他乱乱没想到 自己的爱情故事竟然会在这辆公交车上展开 仅仅是一眼 他就深深地爱上了前面的女孩 可由于自卑 男人始终都没有勇气跟女孩说话 于是只能默默地在身后看着女孩 可就在这时 他偷偷看见了女孩手机上的短信 看内容似乎是女孩的男友发来的 看到这 男人心灰意冷 难道自己的爱情还没有开始就要夭折了吗 不甘心的男人决定再看一眼信息 结果这次的内容更加不堪入目 他绝望极了 只能无助地看着窗外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再次看了一眼消息 这可把男人给吓了一条 难不成女孩和他的男友杀了人 为了搞清楚状况 男人又偷偷看向了女人的手机 结果上面真的是处理尸体的步骤 眼看发生了命案 男人不敢声张 毕竟自己只是偷偷看消息 他相信女孩发现不了他 也就在这时 男人低头看了一眼新闻 结果真的有女大学生失踪 可他打死也想不到 下一个失踪的将会是他自己 因为等他再看向女孩手机的时候 这可把男人吓得够呛 原来女孩早就发现男人在后面偷看 可男人却依旧觉得根本不可能 也许只是个巧合 于是便再次望向了手机 这下可把男人给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他没想到自己还没遇到爱情 反而原地殉情 只见下一秒 前面有人掏出了刀子 等男人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个面向凶狠的壮汉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对方就已经拿着刀子向自己走了过来 对方就已经拿着刀子向自己走了 请愿者和声